来看看这个底座的细节部分 Hello 使用们 大家好 我是老百 今天呢 又准备制作底座了 这块石头捡来呢 有一年多了 今天呢 准备给大家配个底座 首先呢 还是准备好我们的热龙枪 开关打开 预热一下 如果你也想做这种底座的话呢 一定要配一把热龙枪 热龙枪的功率选择50到100万 使用的胶棒呢 是11的 给这石头的底部先刷一点油 避免胶脏的太紧 以后拉下来的话呢 容易一点 两分钟以后呢 热龙枪已经预律了好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 在它的底部呢 打上一片胶 好了 这样子呢 就可以了 我们让它冷却一下 用这个强力打火机 给它烧一下 把这些毛毛刺刺呢 给它烧一下 毛刺的东西呢 给它烧掉了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把它先放一遍 这两个呢 是我事先已经做好的底 这种底如果不会做的话呢 可以画一下我上面的视频 我们现在呢 只要把这个 刚做好的放上去就可以 选一下哪个更合适就用哪个 用这个吧 现在要把它的连在一起 用这种强力打火机 给它上下的烧一下 摆正了就可以了 粘锁以后呢 这边上很空啊 我们就稍微的再打一点胶进去 待会看一下还可以适当的填一些石头进去 胶填上以后呢 它会粘得更牢固一点 找来几块小碎石 把它这种分析大的地方呢 再填一块进去 先给它打上胶 直接塞进去就行 塞进去以后 再给它打满胶 填在这边还有一个洞 再找一块给它填上 这样看着就厚实多了 好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用这个大火机 把它这个毛毛池给它烧一下 这个底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给它上点油 上了油以后一下就高挡起来了 来看看这个底座的细节部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使用们 帮我这块石头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吧 感觉我这个底座做得还不错的话呢 帮我视频点个赞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 期待你们的留言点赞 下期再见 拜拜